我是相辅的千金 半个月前患了相思病 连饭都吃不下了 丫鬟都没劝我 小姐 就算你死在这张床上 李布侍郎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我从床上谈起 那如何让他看我 你死他床上 一月前 朝廷礼新上任了个李布侍郎 名唤宋怀 眉清目秀的 那唇红齿白的模样 还怪勾人的 就是性子太冷 初见那次 我故意摔倒扑到他怀中 他竟闭着眼睛将我推开 叶姑娘 你自重 我满脸娇羞 在他耳边吹气 什么是自重啊 宋公子教教我 那日 我尾随宋怀一路 许是大雪路滑 他狼狈地摔了几次 直至我看见了同样上朝的我爹 他才逃过了一劫 自那以后 宋怀远远地见了我 跑得比脱江的马还快 可我日日 见不到宋公子 便患了相思病 东梅将酥饼端到我面前 小姐 吃点呗 要是饿瘦了 就没法爱下一个了 我悠悠道 东梅 我是认真的 他不一样 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 那日 我问宋怀何为自重 他竟手持直伞 将我戳开三尺 耳垂微红 却冷静自迟道 叶姑娘 这便是自重 他不爱我相辅独女的身份 他不爱我的美貌 东梅插嘴 他也不爱你 我这不是想法子 让他爱上我吗 我郁闷地将一整个酥饼 分成八块 一口吃掉 若是宋怀是块酥饼 那就好了 我刚吃一块 东梅就开拿着软齿凉我的腰 小姐 这腰再粗一分 就不好看了 夫人又该罚我们了 我郁郁寡欢地躺在床上 别人不解我 为何总是偏爱这张床 其实我只是 饿得两眼昏花 走不动路而已 自小 我是相辅唯一的嫡女 父母对我寄予厚望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不行 必须出众的像枝鸡群中的鹤 读不好书 谈不好琴 写不好字 这些都是要人命的事 有时 我高烧不退 跟母亲求饶 娘 我不想练琴了 接着 我被关在乡府祠堂 面壁思过 而我娘坐在高椅上 冷冷瞧着我 你往后 是要进宫伺候皇上的 如此懒惰 怎么得了 从那以后 我再不舒服 也咬牙忍着 因为我知道 自己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都与相辅的前途息息相关 可如今 圣上都快四十了 我想起日后 天天与后宫那群美人们 看老男人 红老男人 睡老男人 我潸然泪下 别人只知我端庄自持 是位出阁 便惊艳众人的相辅嫡女 殊不知 我日渐变态 我见不得俊俏男人 否则见一个爱一个 可怕得很 而宋怀尤为倒霉 他每天被迫收下 我写的情意绵绵的酸诗 连容貌都憔悴了几分 东梅看不惯我得相思病 姑娘 摄政王近日回京 他诱惑地说道 听闻他风神俊朗 高大威猛 那腿比人命还长 脚下踏过的人命多了 腿可不就长了 我保证 你看完什么相思病都没了 东梅偏向我 不去看看 多可惜呀 哦 我一副借过毒的模样 那就让他可惜吧 我又不傻 我爱的是男人 不是麻烦 这摄政王明患奈兰赤 是圣上的亲包地 自小养在圣上膝下 被宠得不得了 十年前 夺楚夜 他屠宫破开了城门 助兄长谋得了锦绣江山 后因杀虐太重 在寺庙修身 这是个可怕的嗜血的男人 并非我喜欢的 温文尔雅的俊朗公子 据说 那兰赤此次回京 是圣上逼的 这位主早就 到了娶妻的年纪 可如今 连颗私生的蛋都没有 皇帝急了 自从他回京 满城的贵女们 连大门都不敢迈出一步 生怕被摄政王一见钟情 唯有我顶着巨大的风险出门 潜伏在下朝的路上 与宋怀强行偶遇 可宋怀过分自重了 我一出现 他就结巴 他神情冷静 夜 夜姑娘 好 好巧 宋侍郎 我凑到他身旁 雪好大 正巧我带了伞 刚好顺路 他真是个温润的人 连拒绝都不会 走出一段路后 宋怀突然顿住脚步 夜姑娘 你住城东 我住城西 我擦了擦额头的汗 这 这样啊 说完 宋怀将伞递到我手上 外头危险 近日别出门了 他差人将我送回乡府 我却被气得时不下咽 真是鱼目脑袋 一个月了 他竟还不懂 司机词 我颇为头疼 丫鬟东眉 瞧着我日渐憔悴 恐慌道 小姐 你不会真动心了吧 这可使不得 你要是不入宫 我们只能等死了 整个乡府都知 我即将入宫 这是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的事情 东眉担心 我的不听话 会害死他们 而我躺在床上 持续发病 宋郎 真是让人吃不下饭 最近吃不下饭的 不仅仅是我 还有当今圣上 摄政王回京后 皇帝给他赐了几个 若柳伏风的美人侍妾 几个月后 皇帝一瞧 以为个个都怀孕了 结果走近一看 美人们彪肥体壮 臀大腰圆 纷纷羞涩道 摄政王喜欢 朱元玉润的 奴家 奴家们 已经很卖力 讨他欢喜了 那滚圆的身段 确实卖力 一时间 全上经都知道 摄政王喜欢 肥瘦美人 越肥越好 皇帝越看 越不对劲 脸都气绿了 这个关头 我爹提一句 送我入宫 都被皇帝 对得双眼发黑 第二日 皇帝让朝臣们 把自己嫡女献出来 参加百花宴 若摄政王 有看上的 直接押去洞房 消息一出 我娘当场发疯 要去我去 迎雪要入宫为妃的 万一被看上怎么办 我爹点头 把他锁起来 对外声称告病 我听着两人大声密谋 十七年来 我第一次学会了反抗 爹 摄政王喜欢肥瘦美人 我扶着盈盈一卧的腰 弱弱道 与其犯下欺君之罪 不如给陛下个面子 果然 称病的嫡女太多 皇帝说 把棺材抬上去参宴 万一摄政王看上 还可以结个冥婚 我参宴那日 打扮得像个花孔雀 东眉生无可恋 姑娘 这次 您爱上了摄政王 我怪不好意思的 不 为了勾引宋怀 其实 宋怀是皇后的亲侄子 只要我出类拔萃 并能博得皇后清眼 若她能亲自为我和宋怀赐婚 十个 我爹都拦不住这段天赐姻缘 东眉恍然大悟 小姐 原来你喜欢宋公子的原因 竟如此诡计多端 哪有那么多一见钟情 我轻声道 你记着 只有步步为营 才能远离老男人 百花宴上 男女分析 我刚落座 就听到身后贵女们 仿佛要断气的声音 我饿了七天 我饿了一个月 我皮包骨 摄政王看都不看我一眼 环视一圈 平日光鲜亮丽的贵女们 面黄肌瘦 颇有家破人亡的错觉 人群中 宋怀坐自端正 见到我优雅落座 她手一抖 身旁贵女悄悄问我 宋侍郎是在看你吗 啊 你别乱说 我红着脸 难为情道 我日日在家中悲女德 也不知宋公子是何意 自小 我娘教会我的 就是装出相辅嫡女的派头 像一颗待嫁而沽的宝石 贵女纳闷道 奇怪 那日日将宋侍郎堵在路上的 不是你 我真想堵住他的嘴 好在 很快没人说话了 整个宴会变得死气沉沉 我背后孙良 抬头只见一个男人穿花而过 他容貌毅力 眸光淡淡的 有一种雾落尘世的折仙气息 身后不少贵女咽了咽口水 这是谁家公子 长得真俊 妹妹醒醒 这是摄政王 谁能想到 那兰赤竟长了张人处 无害普度众生的脸 他格外高大 世家公子们被衬得娇小瘦弱 他略过众生 最后 定定坐在了我的对面 我坐立不安 作为相辅嫡女 我不能失了仪态 否则回去得跪祠堂 我不低头 他也不低头 尴尬之间 那兰赤抬起眼皮 你在看姑 让姑很不舒服 我连忙低头 是臣女不敢了 低头后 我无聊地搅着手指 然后目光不知不觉地乱瞟起来 对面石桌 那雪袍下佛珠缠绕的手腕骨 粗大有力 仿佛珠串块被撑断开了 我头皮发麻 好可怕呀 他一手能掐断我整条腰 那兰赤缩回手 沉声道 你 眼神安分点 我咬唇 死死闭眼 是 臣女不看了 无数人向我投以同情的目光 不远处 宋怀脸色湿了平日的温润 他微脑道 叶姑娘 我与你换桌 你到我这儿来 那一刻 我快哭了 宋怀 不愧是我追了个百岳的男人 他总算会了 高台上 皇后面色惊恐 摄政王 宋怀乱了规矩 我自会罚他 换个桌而已 那兰赤语气寡淡 我是父杀兄 据我也是人之常情 这下 人人自危 不敢出声 满城接据那兰赤的原因是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畜生 十年前的夺楚夜 那兰赤杀了他的父皇 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奶娘宫女 那夜的血溅满了宫墙 半月才擦干净 那时他只是个少年郎 如此可怕 可是这畜生 即使在寺庙里 披了身佛僧的皮 日日行善 难道就不是畜生了 皇后干笑 让我羡慕 我抑郁勾引宋怀 故而跳得热情如火 期间 我扭头看他 这一看 给我看的火冒三丈 宋怀鬼迷心窍般 看着那兰赤 对方眼神迷离 竟露出让畜生 都神魂颠倒的笑 右手举杯 向他要求 这两个人 趁我不注意 居然好上了 举朝龙阳之风盛行 我自以为宋怀自重 没想到 他竟然也如此不自重 我捂到宋怀面前 满脸愤懑 他仰头看着我 这一眼 倒有几分宠溺的味道 我刚想笑 但不知哪个天杀的 居然扔了个酒杯在地上 我一脚踏空 踹到了宋怀对面之人身上 一生落水身后 有人微致 刚刚什么掉下去了 摄政王 摄政王被人踹落水了 第一个跳入湖中的是我 那落湖的哪里是摄政王 分明是我的人头 若奈兰赤若死了 相辅明早 就会惊陷数个无头干尸 包括我 他在湖底 他好重 那兰赤半睁着眼 轻松地看着我 喝醉了 自个儿在湖里吐泡泡 在他准备把自己玩死前 我心一狠 凑上去咬住他的嘴巴 给他肚气 那兰赤的护卫们 跳入湖中捞人 水下看不清楚 他们急得惨兮兮地叫 王爷 王爷你在哪里 终于 他们看见了 我正搂着那兰赤的腰拼命 往上扑腾 这群护卫好像又瞎了 看不见 根本看不见 王爷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缺氧晕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 有人握着我的腰 将我拖到岸上 当晚 宴会不欢而散 我被我爹关在祠堂里 拿着戒齿一下下狠打 夜迎雪 收起你那自作聪明的小心思 你以为勾引了谁 就不用进宫了吗 蹄肉绽开的腾 让我一阵昏炫 我咬牙 目光隐忍 爹 十几年来 我只是进宫的棋子吗 这句话 我憋了十几年 一直没问出口 我是相辅嫡女 却连饭都吃不饱 受了无数的罪 就为了一句德才兼备 就为了进宫当皇帝 当妃子 你若是进宫了 我爹露出虚伪的笑 自然是我的女儿 可那兰赤问起罪 你也不要怪我狠心 亲手杀你 以凭他心头之恨 我带着一身 伤回了房中 东梅给我敷药 轻声道 小姐 疼不疼啊 我双眼无神 不疼啊 我早该预料到的 可听到自己 是叶家的棋子时 锥心使骨质感 还是遍布了全身 为何我哥哥们 任性妄为 肆意闯祸 可从未被真正责罚过 而我多吃一口饭 就要被困在祠堂 面对叶家的列祖 列宗忏悔 可我有何错 我所求并不多 只是寻个普通夫君 举暗其眉 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生罢了 这些人却都想用金笼子 将我树枝高阁 工人观赏玩弄 东梅很难得看见我 哭得稀里哗啦 他犹豫了一下道 姑娘 我冒死给你偷偷收了封信 那信封上的字雅秀 似乎还带着未干涸的墨香 正如宋怀 浑身上下都自重克制 却做了书信来往这些 思乡瘦瘦的事 我拿过信 将信放在火上烧了 既然是冒死做的 那下次便不要做了 东梅大惊 小姐 这是宋 宋侍郎的信 你不是喜欢他吗 我奄奄道 不爱了 下一个吧 我爱不起任何人 我只是一枚 即将进宫的棋子 几日后 那蓝翅病了 我眼皮子跳了跳 什么原因 东梅犹豫道 外头都在传 你踹他下水 害他生了病 我胆战心惊 严重吗 快不行了 东梅哭丧着脸 日日病我在床 药食无医 果然 一打听到那蓝翅 已经病了几日 个个都在传他作恶多端 我替天行道 我爹登门道歉 三番几次 都被奴仆赶了出门 这几日 连我爹的小妾都躲着他 生怕被迁怒 我赶紧扶住脑袋 我爹不会真的杀了我 提头给那蓝翅谢罪吧 有 有可能 东梅也害怕了 小姐 要不我们去轰轰摄政王 让他原谅我们 有道理 我刚想出门 我刚想出门 又后退三步 他一见到我 忍不住就提到杀了怎么办 东梅也慌了 我坐到梳妆台上 指了指脸 诺 把他弄成让人不忍心杀的模样 东梅 摄政王府前 东梅急得满头大汉 我家姑娘是乡府嫡女 前来探望摄政王的 劳烦您通报一下 摄政王府门前的两个侍卫 一个耳背 一个眼瞎 三番几次后 侍卫听清了 他大喜 对着府内大声吼道 传下去 相抚嫡女心悦摄政王 前来探病 快禀告摄政王 府内回应无数 是 立刻 这不得乐死主子 东梅气哭了 等等 我们是说 是为宽慰他 我知道你们急 但你们别急 我坐在软窍里 一听这话 腿抖成了筛子 通报的奴仆出来了 王爷说 他没死 你们不用探望 他顿了顿 王爷也说 若你是诚心探望的 王府的门也拦不住你们 啊这 求生的欲望 让我格外狗腿子 我落叫 看了面前的猪门 提群迈入府中 成 如何不成 那兰赤病得没有半分虚假 猪帘摇曳间 他直挺挺地躺在病榻上 脸色苍白如雪 唇也湿了血色 我心慌啊 那日一脚 竟能让他病成这样 我正想着如何狡辩 才能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一道冷不丁的声音 从株连后传来 若你是来瞧瞧姑睡的安不安心 那便可以走了 我轻声道 臣女日日忧心摄政王的身体 不知好些了没 他淡淡吐出两个字 不好 我慌忙跪下 都怪那日臣女鲁莽 臣女也是无心之举 望摄政王不要怪罪 他独辣道 不怪你 怪谁 我咬牙 命人台上一箱子的宝珠玉石 足足几千斤 臣女身无一物 只有这些俗物 略表歉意 果然 闭目养神的男人 单手执起脑袋 他感兴趣了 众所周知 摄政王虽握了些兵权 但皇帝从不拿他当外人 无论他立下多少功 都没赏赐过他什么东西 每月只领着朝廷发下的俸禄 他总是赏赐不下 自然穷得叮当响 而我就不一样了 叶家是百年望族 祖上积蓄了不少 自小 我娘砸下重金培养我 生怕我入宫后 被别的妃子嘲笑 没见过面 我有钱 她刚好缺钱 思及此 我感觉脖子上的脑袋 都吻了不少 谁知 那兰赤痴笑 姑不要 她居然不要 我气得凶闷 只能软下话 赔礼虽少 可却是臣女十几年来替自己攒下的嫁妆 本以为倾尽所有能让王爷笑呢 说着 我像征兴试了事类 等我哭完 那兰赤嘴角露出满意的弧度 免为其难道 既然如此 我便收下 大手一挥 她让下人把我的嫁妆全搬空了 我松了口气 王爷原谅了臣女 那我便不打扰王爷休息了 东梅 我们走 正当我如是重负时 朱连背后 一双黑眸悠悠地透露着人世间的险恶 她说 等等 谁说 本王原谅你了 我活了十七年 第一次见识到无耻 把我的家底全搬空后 还将王府能走路的门泉锁死 我脸色难看 你 你想干什么 一声不合时宜的咕噜声 从我肚子传出 重重株连后 男人面沉如水 你用过扇后 再跪着好好想想 我需要什么 一句话 我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 侍女们齐齐上了十几道菜 姑娘 您快点吃 吃饱了好问罪 身旁 是一只鹰长得太胖 舔毛只能一下下舔着空气的白猫 侍女和善地对我笑 这是王爷的爱宠 名唤雪泥 王爷吩咐让她陪姑娘用善 我该不该夸一句 她还挺贴心的嘞 侍女给我摆碗筷 王爷说 姑娘太瘦了 你想吃多少都行 在满盘真修面前 我拜下阵来 一顿饭下来 东眉不争气地哭了 小姐 吃饱饭真好 我想做摄政王府的丫鬟 我悠悠道 真没出息 别说东眉 我自个也想去给那兰赤当女儿 举朝风气 崇尚女子鲜寿 世家小姐 个个若柳扶风 甚至贴身丫鬟 也是细腰成群 否则丢主人的面子 而摄政王府内 这群丫鬟们 长得如此肆意 都是大风刮不走的样子 可惜 东眉跟着我受苦 天天挨饿 也许是吃饱了 我再次跪在 那道珠莲后时 怒气少了一半 竟在思考那兰赤 究竟想要什么 她如今身子孱弱 小丝正扶着她喂药 但那小丝患有眼疾 总是把那兰赤的鼻子当嘴 一个硬胃 一个不吃 火光电时间 我冲上去夺过那碗药 王爷 我来 做人 还是主动点 我一边温柔似水给她喂药 一边给她洗脑子 王爷 这病过几日便会好 你也无需气坏身子 圆圆相报何时了啊 那兰赤突然咳嗽一声 淡然吐出了一口浊血 那贪血 好大 她问 你让姑如何是好 我的心上蹿下跳 这病看上去 命不久已的模样啊 她重新闭眼 躺回床上 明日继续来伺候孤 我推托道 摄政王 你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传出去名声不好 可她不吃这套 叶盈雪 你能掩人耳目去找宋怀 那兰赤眸光幽深 自然有办法瞒天过海来寻孤 那一刻 我哑口无言 果然 人不能太有本事 她出王府时 侍卫将我拦住 姑娘 您还是别走正门了 对摄政王的名声不好 我 这偷鸡摸狗的日子 何时才能结束啊 东梅发了个白眼 呵 你们王府高贵 怎么全都又聋又瞎呀 我们王府确实没有正常人 侍卫好脾气地笑着 大家都是天生有急 索性遇到了摄政王 我们才能虎口活命 叶姑娘 我们王爷的好 你往后就知道了 一连几日 我顶峰作案 外头隐隐有传言 说看见乡府敌女 与摄政王私会 终于 我娘上心了 甚至她命人 凉着我的腰 犀利道 短短几日 这要变粗了一寸 你不会背着我在外头 做了什么丑事吧 这话一听 便知在敲打我 是否怀了身孕 我心跳如骨 女儿没有 近日是吃多了 可我娘并不信 反而让一个婆子 将我扒光了 检验厨子之身 浑然不顾我屈辱落泪 最后她松了口气 下去吧 切不可贪嘴了 去和嬷嬷领罚 这句话冷冰冰的 虽然无数次 我都听得麻木 但仍然息迹 有一日 她会心疼我 让我多吃点 娘 我终是闭了嘴 我会少吃点的 我娘慈爱地笑了 这就对了 谁让皇帝喜欢细腰 只是苦了你 她也知道我苦 可为了皇帝 不值一提的喜好 她心甘情愿 让我苦了十几年 我突然想撕破 这群人粉饰的太平 突然想让他们知道 我也是活生生的人 我不要做不愿的事情 听闻圣上宠爱那兰赤 对她有求必应 这半月相处 那兰赤并没有传闻中 那般可怕 与喜怒无常相比 她更像是一尊 被人供之高台的佛 总是淡淡的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那日 我以探病的名义 光明正大的 坐着相辅的轿子 入了摄政王府 那兰赤在病床上 闭目养神 是从拦不住我 我冲上去就是一个吻 硬是把他给吻得装不下去 有些事情 一旦开始 便心照不宣 终于 那兰赤睁眼 眼底波澜不惊 无事献殷勤 你有什么事想求姑 我羞于其耻 憋了半日 吐不出一个字 你不说 那兰赤梁梁道 我如何答应 我道 娶我 这两个字 像是投入湖中的石子 惊起他眼中波澜无数 最后 他闭上了眼 叫人亏不见 其中是何种神色 我再问一遍 你娶不娶呀 他终于开口了 不渴 不渴两个字 有些刺伤我了 既然不娶 那这些日子 将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是觉得有趣 我转身 屈辱感 淡淡萦绕在心头 临走前 忍不住骂了句 那兰赤 你真贱 一只手将我拽了回来 他似乎有些乱了 你不喜欢我 那兰赤声音淡淡的 这是不娶的理由 这一句 让我的脚步顿住 差点没跌倒 我与他相处不过十日 前五日 我忧心怕他一命呜呼 我家乡府会被诸九族 后五日 我惊恐乡府发现端倪 出门都得偷鸡摸狗 何况 我也并非见一个爱一个的性子 如何喜欢他 好在我情绪稳定 我凑上去 壮着胆子摸了一把他的腰 瞬间他肌肉绷直 硬得像块石头 我半是调侃 半是猜疑 那兰赤 你喜欢我 对吗 他又不说话了 神色是平静的 可眼底却是隐藏了些狼狈 我又惊又难 你真喜欢我呀 那兰赤定定抬眸瞧着我 身子微颤 可嘴里却是冷冰冰的花 今日你若无事 便回去休息吧 不知为何 我竟然不怕那兰赤了 甚至有点想恶劣地去让他脸红 那日百花艳上 我与他对视间感到不舒服 倒不是他恶名在外 而是那黑眸下隐藏的极深的战有欲 那宴会的一脚 我踹得极轻 可他却落狐了 这本就很蹊跷 从外头传出落狐染病的风声 到后来我自投罗网 这倒像是请君入瓮的把戏 而我来了王府后 这个许久未曾住人的府邸 添了不少假山池苑 种了花 还装了个秋千架 侍女说过 那是给我玩的 那兰赤摆了不少稀罕物在寝室 这些珠宝 他从未把玩过 但不知是不是巧合 我都很喜欢 每次能玩很久 几次三番 我在迟钝 也知他心中在想些什么 可东梅说 可我们偷偷摸摸的 别说喜欢 我觉得还挺侮辱人的 这是确实离谱 近日 我娘对我不不紧逼 我索性破罐子破摔 找他对质 果然 他没否认 面前的人 从未像今日这般寡言 那兰赤 我沉下声 你要娶我吗 他喜欢我就够了 往后我好好做他的妻 可男人眉间未见喜色 他别过目光 你该回去了 我忍着委屈 踏出王府 小姐 这男人好生奇怪 东梅骂骂咧咧 他又喜欢 他又不娶 我顿时脚步 不 他们不奇怪 这句话 让我想起了家中哥哥们 他们总是哄别的姑娘 嘴上说着喜欢 可一旦姑娘们问 何时娶他们回家时 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在他们心里 那些姑娘只配挤 他们做妾 娶妻是头等大事 思及此 我竟然一场冷静 刚才得知 那兰赤喜欢我 我还暗喜 如今一瞧 哪有傻子 是像我这样的 我敢去逼他娶我 我何德何能啊 我的轿子 在回乡府的路上 被拦住了 东梅巧声 小姐 碰到大麻烦了 我掀开叫脸 居然是宋怀 半月不见 他轻瘦不少 整个人依旧散发着 温润如玉的气质 叶姑娘 你近日可还好 宋怀淡笑 幸可看了 我冷着脸 没看 扔了 宋怀嘴角微僵 嗯 我放下叫脸 宋公子让一让 可他一动不动 我听见他说 那信上说 我愿意和姑母请愿 让他为你我赐婚 只是不知 叶姑娘意下如何 我后悔了 这样单纯的少年郎 我不该利用他 原本我被奈兰赤气得 实不下咽 如今看到宋怀 更是觉得自己不自重 不能一错再错了 我正色道 宋怀 我起初接近你 意图并不单纯 叶姑娘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宋怀眉目温和 你不想进宫 又看上了我的家事 想要靠着我摆脱 原来 他一直很清醒 叶姑娘 则良目而期 并没有错 我勉强维持着镇定 宋怀 我不喜欢你 一句话 宋怀面色微僵 他追问 那你可喜欢别人 我笑了 宋侍郎 你问我这种问题 合适吗 相辅嫡女端庄自持的人设 偶尔也能派上用场 可以避开一切 不愿回答的问题 宋怀行了个礼 不再拦着我的轿子 若叶姑娘不愿回答 那我就当作没有 我的轿子走了 那一刻 我决定若今后进宫 横竖得给皇帝 吹枕边风 让他升大官 我整日待在祠堂 诵经祈福 一日 东眉面带喜色 姑娘 摄政王有报应了 我埋头抄着经书 实际上在画王八 每一只王八的盖上 都有一个字 连起来便是奈兰赤 当着我列祖列宗的面 诅咒他下辈子 当一只王八 我收起王八图 他怎么了 东眉笑着说 他近日病情加重 居然聋了 我随口应了句 哦 东眉古怪地瞧着我 小姐 你好像不对劲了 哪里不对劲 你有心事 自然 我在撕掉纸上的王八 遇见过王八后 谁能没心事 祠堂外 我娘带着一群侍女穿过 我吓得将手中 乱七八糟的纸藏好 再摆出认真 抄经书的模样 我娘盯着我 让我全身寒凉 许久 她狐疑 迎雪 近日没闯祸吧 我浑身颤抖 女儿没有 今日 皇后邀请我 带着你进宫 我娘打量着我 能见到皇帝 你抓住机会 我添灵盖都凉了 我不愿发生的事情 终究来得如此快 好 进宫那日 我一日未时 只因我娘说 腰会更细些 这个宴会 更像是家宴 地后坐于手座上 而我落座后 便瞧见了宋怀 她在看我 我乖巧地坐在我娘身边 听着大人们客套 皇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听闻迎雪 绘制蓝心 带字归中 便颇有美名 我娘笑 她呀 一个野丫头 皇后也笑 招了招手 本宫也有个侄子 名唤宋怀 聪慧正直 此话一出 我娘脸都白了 坐立不安 我民谨纯 果然 皇后为我和宋怀赐婚 我起身 却被人猛地按下 我娘面色为难 瞧向首座的皇帝 其实 迎雪早有心悦之人 所有人面色微变 包括我 我娘疯了 我生怕她在皇后面前说 我心悦皇帝 我当即穿过众人走到台上 谢皇后娘娘的意志 臣女感激不尽 只是 一日未时 我头脑炫韵 我走路 刚要摔倒 便被人一把扶住腰 那人身上淡淡的苦药味 让我稍微清醒 我抬头便见那张眉目寡淡 五官雅俊的脸 是那蓝赤 我硬着头皮 推开她 多谢 什么 那蓝赤凤目微眯 你想嫁给姑 众人神色更奇怪了 无人不知 最近摄政王被我踹落入水 重病在床后 聋了 我顿时清醒了 我没说 好 明白了 她勾唇 勉为其难道 那姑便如你所愿 那蓝赤 那蓝赤斜着我的手 拉着我下跪 皇兄 我们两情相悦 臣弟非他不可 不远处的宋怀站在原地 血色丧尽 而皇后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可没人敢提醒那蓝赤 她如今只是个笼子 若被人告知真相 说不定会尴尬得急性发疯杀人 皇帝愣了 却不戳破 朕也觉得 夜影雪合适 拿笔来 朕要为你们亲自赐婚 这一出 实在出乎意料 我跪着大气 都不敢出 而玉骨般的手递来一块桃花糕 吃 那蓝赤眉目温和 我挡着你 别人看不见 我 那她可曾听见 台下的人在小声议论 这未时的架势 恐怕明年开春 就能见到小柿子了 那日的赐婚宴 众人只记得 突然出现的摄政王 夺走了相辅的嫡女 我爹娘一夜之间 苍老了不少 大婚在下月十五 原本青天间说 下一个黄道吉日 在六月十五 可摄政王耳聋 他听成了下月十五 他是不是故意的 东梅怄气 生怕自己活不到六月十五 其实 我并未告诉东梅 那蓝赤并不是生病 而是中毒 被赐婚那日 他问过我 若我有朝一日 会死于非命 你可还要嫁给我 我在纸上写 那你死了 家中的财物良田 铺子归谁 他脸黑如锅 归你 我又写下 我嫁 我没告诉他 自己的赔嫁 比他的聘礼多了 大婚那日 我娘送我出门 你吃多点 摄政王喜欢胖的 他这辈子 从未得到过我爹的喜欢 唯有在培养我入宫为妃这时上 我爹才会感激他一下 难怪他拼命逼迫我 我拍了拍他的手 娘 我走了 你要好好的 角落里 我看见了宋怀 但他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当晚 我清点贺礼 发现了宋家送了一座宋子观音 宋怀心思玲珑 知道这是奈兰赤 唯一不会扔掉的东西 奈兰赤看见我看了许久 问道 谁送的 不认识 记着便好 我一笔一画记在本子上 以后他家有喜宴 我们礼尚往来便好 清点贺礼 都是管家该干的活 可我喜欢拆东西 我今晚都必须摸过 这些绫罗绸缎和珠宝 再放入仓库里锁起来 那丸赤蹭了一下我的腰 洗竹快燃尽了 该休息了 等会儿 我有些害怕 我还有八十件贺礼没拆 可我忘了 他听不见 天翻地覆间 我被人抱着吻 然后放在床上 此后一夜 红烛胀暖 晚节 番外逻辑 闭环发小甜饼 大婚那夜 他让我一遍遍地 喊夫君 我气红了脸 推开他 你又听不见 逗我玩呢 那兰赤悠悠道 听不见什么 原来 他听得见 半年后 那兰赤准备回封地 我满眼眷恋 我不想走 好 那兰赤当即决定 那再缓半年 但这里不安全 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怎么会不安全 一个月后 我被掠进宫里 皇帝坐在我对面 将我软禁起来 那日 我看见那兰赤 沉着脸入宫 他沉声道 放开我的妻儿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当即连哭都忘了 原来 这就是当初 那兰赤不愿 娶我的理由 皇帝一直忌惮他 想让他娶妻生子 也不过是让 那兰赤多个软肋 好做他的把柄 他曾经中毒 罪魁祸首便是皇帝 皇帝狮子大开口 我要你交出兵权 交出你那只精锐 这个条件 让我想咬舌自尽 他口中所说 绝不是一个兵权 一只精锐 而是那兰赤的命 是他用来保护 我的铠甲 这个皇帝十年前 便能杀害父亲 和兄长手足 为了一己私欲 最后将罪名 嫁祸给十几岁的胞弟 这根本不是人 那兰赤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 皇兄 迎儿先放你这里 这是我得考虑两天 他站在离我一尺远的地方 你不要害怕 我一定会把你换出来的 我点点头 好 皇帝答应了 两天后的深夜 他带兵杀入宫中 血淋淋地将我就出来 连夜回了封地 我哭得很伤心 早知道 我就不嫁给你了 他一个人多好 如今有了我和父中的孩子 终究是处处被撤走 他反倒笑了 有软肋 也挺好的 死了会有人替我哭 当初那兰赤回京 只有一个目的 他想带一个人 回封地 可十年前 那个说非他不嫁的小女孩 早就忘了他 还有了夫君的人选 很可笑 十年前的夺楚夜 他亲眼目睹 哥哥杀了所有亲人 而他顶替罪名 被骂畜生时 那个小姑娘牵着他的手说 哥哥 你救了我 你是好人 你去和外面的人说 你不是畜生 哥哥 你不敢说 我帮你说 这些把我感动得哭死 我肿着眼抛问 这是谁呀 我要亲自感谢他 那兰赤问 谢他什么 谢谢他忘了你 我板起脸 我认识所有的精中贵女 这谁呀 醋坛子还是翻掉了 他也笑 我刚回京 他费心费力勾引人 那腰扭得挺欢快 嗯 小浪蹄子 我笑得更变态 然后呢 那兰赤道 于是我勾引了 他想勾引的男人 好熟悉 夜迎雪 是你 那兰赤眉眼寡淡 你忘了我 我顿时想起来了 当年我爹 携着我和娘入宫餐宴 突然宫变 他和我娘各跑各的 我被留在血色宫中 本以为 我也会被杀掉 但被一个穿着银色盔甲的 大哥哥救了 他对我说 忘记今晚的一切 活下去 故儿 我一直将这个秘密 埋在心里 久而久之便忘了 我暗喜 是你呀 那时我只是随口说说 那晚宫宴 我对好几个小公子说 我要嫁给他 只有你记住了 那兰赤顿时脸色微妙 当初 你还和谁说过这句话 事实证明 醋意不会消失 只会从一个人身上 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那年春日 小柿子三岁 圆滚滚的 在满潮接受的情况下 他被喜欢的姑娘嫌弃了 他不愿吃饭 他娘哄他 堂堂不胖 堂堂只是婴儿肥 可他们说 我胖死了 小狮子生气 可我在瘦 就连路走不动了 他娘偷笑 嗯 娘 我真的胖吗 小狮子迷茫 他娘认真想了想 喜欢你的人 从不会说你胖啊 他们只会说 你好可爱啊 有天 你也会遇见一个 看见你浑身都好的人 不必为了任何人 勉强自己